大家好 歡迎韓國 真的嗎 哈囉大家好 今天我們到韓國 我們現在要訪問一下李榮淳老師 第一題 我中生的時候 在韓國 香港的電影很有名 所以我喜歡 張國榮、余德華 那時候韓國人 包括跟韓國人都喜歡 這部電影所以想學習 中文 第二題 最困難就是 背漢字 因為打開課 打開書的時候 他們就看漢字 然後感覺害怕 漢字很多 這個內容都是考試內容嗎 因為高中生 考試的成績很重要 韓國的大學 考上大學的話 應該要學校的成績 和高考的成績 所以他們 學習的時候 有點緊張 所以漢字很多的話 有點害怕 有的學生 背漢字 害怕 所以 學 別的語言 哦 第三題 也有漢字 可是漢字 背漢字很難 還有寫韓名 背韓名很容易 因為韓語是表音文字 所以學習很容易 可是有韓文課 國中一年級的時候 開始學習 韓文 偏字文 可是很難 所以他們不想學習 第四題 第一個 因為華語中文 選修課 不是必修課 所以不要那麼很多的老師 最多的只有兩個 第二外國語 和日語 法語 我們學校日語法語 中文 現在 我們一年級 每年級 十三個班 十三個班 最終 一個班 法語 還有 除了這個以外 一班一班 中文 日語 差不多 第五題 不太多吧 國中高中不太多 可是外高當然有 大學有 中文系的老師 百分之 比如說 中文系教授五位 那時候兩位 台灣人中國人 三位 韓國人 大學 可是普通的高中 都是韓國人 第六題 當然應該知道韓國文化 我覺得韓國文化 知道韓國文化的指示 很多的話 可以容易理解 學生們的想法 學生們的 什麼習慣 我覺得 他們會說 一點點的韓語 可能容易教 中文 因為大部分學生們 是 學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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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不懂 有的時候 一點點用 韓語的話 可能 我覺得 容易理解 還有 他們感覺到 啊 外國老師 會說 韓語 還有 啊 他也喜歡韓國文化 那麼 喜歡韓國人吧 那麼 韓國 他喜歡我吧 這樣 可能 對中國老師 台灣老師 很感興趣 休息的時間 下課語 你跟著他 想一直聊天 可是韓語一點點 也可以 因為一直說 多說 中文的話 更好吧 所以 一定 第七題 我覺得 台灣 韓國 都是 政治 民主主義 所以我覺得 想法也差不多 現在 台灣 老師 教懷的辦法 對韓國學生 也 很好 所以我覺得 台灣和韓國 教育辦法 共同點 很多 想法也差不多 所以 我覺得 給韓國學生們 講 中文的話 註定 第八題 以前 韓國學校 學生們 帶手機 上課 不擔心 不喜歡 所以 不能用 一整天 不能用手機 我也原來 對多媒體教學 很感興趣 想學習 或什麼什麼 我用這個 怎麼教 中文 韓國網絡 很棒 但 學校裡的網絡 一般 很可惜 注意網絡很快的話 可能更好吧 可是 辦公室的網絡 不是這樣的 老師工作的話 很快 可是教室的網絡 一般般 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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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台灣的 華語教學 很發達了 台灣的 某欧老師也有 台灣的教授 我和老師 來韓國 上課的時候 我真的吃驚 哇 教華語的辦法 很多才 引起興趣 當然 這樣的 教華語的時候 學生們喜歡學習華語吧 《教諾》 十二十度 《教諾》 《教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